大家好!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白鹿首唱会惊艳全场,彩色亮片群成焦点。 在今天的娱乐圈里,有谁还能像白鹿一样,频频刷屏,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呢? 最近,她的亮相再次让网友们大呼惊艳,仿佛美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穿着一身彩色亮片单肩裙,白鹿仿佛从童话里走出来的仙女,粉色类钻装更是为她的造型增添了几分神秘和梦幻。 在繁花的簇拥下,她的每一个动作都闪耀着光芒,让人无法移开视线。 而这次的首唱会,也显示了她非凡的实力和准备充分的状态。 网友们热烈讨论,不少人表示被白鹿的美貌所震撼,白鹿今天实在是太美了。 这造型真的是绝了。这样的评价一波接一波,让人不禁感叹,白鹿的颜值果然是无懈可击。 提到白鹿这次令人眼前一亮的粉色类钻装,实在是太吸睛了。 这个妆容不仅完美地展现了她灵动的气质,还让她看起来更加迷人。 再搭配上那身彩色亮片单肩裙,白鹿宛如从海底浮现的美人鱼,灵动优雅。 网友们纷纷在社交平台上留言调侃,白鹿,你确定你不是美人鱼吗? 怎么会美到这种程度?还有人评论道,这个妆容简直太适合白鹿了,像是为她量身定做的。 显然,这次白鹿的妆容和造型都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和认可,她的美貌和时尚感再一次成为了话题的中心。 白鹿的首次个人演唱会,终于在万众期待中拉开了帷幕。 在开场时,她带来了一首《你有没有看见一只小鹿》,全开麦的演唱让人惊叹不已。 没有任何音效修饰,白鹿凭借着出色的唱功和舞台表现力征服了观众。 她的稳定发挥,让人看到了女团主唱级别的专业水准。 网友们纷纷留言夸赞,白鹿的唱功真的太强了,全开麦也能稳稳发挥。 也有粉丝激动地表示,这唱跳实力,完全可以直接出道了啊。 白鹿的这次首唱会不仅仅是一次音乐表演,更像是一场展示她全方位才艺的盛宴。 在这次首唱会上,白鹿不仅展现了她的唱跳实力,造型的多变也成了一大亮点。 从彩色亮片单肩裙到粉色类钻装,每一个造型都充满了独特的时尚感,网友们忍不住调侃,白鹿,你确定你不是来走秀的吗? 每个造型都这么好看。 还有人表示,这简直就是一场视觉盛宴,看得我眼花缭乱。 白鹿的每一次亮相,都像是在不同的舞台上展现着她百变的魅力,因此她也被网友们戏称为百变小鹿。 从她的表现来看,不管是音乐还是造型,白鹿都牢牢抓住了观众们的眼球,难怪她的首唱会会引起如此大的轰动。 时光飞逝,白鹿的首唱会在观众们的掌声和欢呼中圆满落幕。 整场演出不仅让观众看到了白鹿的唱跳实力和多变的造型,更展示了她的台风和个人魅力。 网友们纷纷在社交平台上表达了她们的不舍和期待,这次首唱会实在太精彩了,期待白鹿的下次演出。 有人更是感慨道,这简直就是一场完美的演出,希望白鹿能继续加油,带来更多惊喜。 毫无疑问,白鹿的这次首唱会为她的音乐生涯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她的粉丝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大家都期待着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看到她带来新的突破和惊喜。 随着白鹿首唱会的完美落幕,关于她造型的讨论却并未停止。 粉丝们在各大论坛和社交媒体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白鹿到底哪次造型最惊艳? 有人觉得她的彩色亮片单肩裙极具时尚感,有人则认为她的粉色类钻装像是美人于下凡,还有人钟爱她在舞台上的每一个造型变化。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最美瞬间,这也反映了白鹿作为时尚偶像的多元魅力。 有粉丝在评论区留言,白鹿的每一次亮相都很惊艳,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她那身亮片裙,真的是太亮眼了。 也有粉丝表示,粉色类钻装绝对是我的最爱,完全就是她的标志。 大家争论不休,似乎每个造型都有她独特的亮点。 虽然观点各异,但有一点是公认的,那就是不管哪种造型,白鹿的美都是毋庸置疑的。 通过这次首唱会,白鹿不仅展示了她的音乐天赋,更让观众看到了她作为艺人的无限潜力。 她的多才多艺,多变造型以及扎实的表演功底,无疑为她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网友们期待着她能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继续发光发热,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表演。 也许不久的将来,白鹿将不仅仅是一个音乐和时尚偶像,她会成为一个在各个领域都能大放异彩的全能艺人。 对于粉丝们来说,每一次与白鹿的再见,都是一次期待满满的重逢。 她的未来星图,已经被无数的期待和掌声点亮。 气质女神白鹿,高跟鞋下的风情万种。 白鹿,这位气质非凡的女星,一直以来以她的精致五官和优雅气质而备受关注。 在她的众多时尚造型中,每一次亮相都如画中走出的美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篇文章将深入分析白鹿的美丽和气质,并探讨她如何通过巧妙地搭配展现出自己独特的魅力。 白鹿的五官精致宛如雕刻,每一处细节都恰到好处,给人一种温婉而不失灵动的感觉。 首先,她那双大而明亮的眼睛,仿佛能够说话,时而透露出一种温柔,时而又带着坚定。 她的眼神总是令人不经意兼被吸引,这种独特的目光交流不仅赋予她更多的表现力,还让她的整体形象更加深刻。 她的鼻子线条清晰,鼻梁高挺,为整张脸增添了立体感,尤其是在侧眼时,更显出她的美。 白鹿的嘴唇饱满而富有弹性,无论是微笑还是轻轻抿嘴,都能够展现出不同的情感变化。 她的五官搭配得当,犹如艺术品般和谐,瓜子脸的线条柔和流畅,给人以亲切感,却又不失优雅。 这份五官的美丽,不仅仅是单纯的外在特质,更有一种内在的灵动与活力。 这种灵动,让她的每一次微笑和眼神流转都充满了生命力,仿佛在传递着某种隐秘的情感,令人在不知不觉中被她的魅力所俘获。 除了五官上的美丽,白鹿的气质更是她吸引众人目光的关键所在。 她的气质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优雅中带着一丝从容,仿佛无论在什么场合,她都能保持自信和镇定。 这种优雅气质不仅是外在的表现,更是一种内在修养的体现。 白鹿的气质如春风拂面般温和,既有清新的自然感,又不失稳重和自信。 她的一举一动总是那么自然,从容不破,仿佛每一个动作都是经过精心设计,却又毫无刻意之感。 这份从容让她在公众场合中始终保持镇定,无论是面对镜头还是出现在红毯上,她总能展现出最完美的自己。 在这张照片中,白鹿身穿一袭简约而不失高贵的黑色礼服,搭配黑色系高跟鞋,整体造型简洁大方,但却让人一不开眼。 这双高跟鞋不仅完美地拉长了她的腿部线条,更为她的整体造型增添了几分女人味。 高跟鞋的选择对于整体造型至关重要,而白鹿总是能够恰到好处地选到最适合自己的款式。 在这张照片中,她选择了细高跟设计,这种简洁而优雅的设计不仅突出了她的身材优势,还与她的整体气质完美融合。 细高跟鞋的设计不仅让她的身形更加修长,同时也增添了几分轻盈与精致感。 白鹿身材纤细高挑,是很多人羡慕的对象。 她深知自己的身材优势,在穿搭上总是能够巧妙地扬长臂短。 无论是身穿紧身礼服,还是选择休闲装,她都能够完美驾驭不同风格的服饰。 她对于服饰的选择也极为考究,注重整体造型的协调与层次感。 她善于利用腰带、收腰设计等来突出腰线,拉长腿部比例,使她的身材显得更加修长。 同时,她还会搭配一些有设计感的单品,如流速耳环、精致的手提包等,这些时尚元素的加入,使她的整体造型更加出彩而不显单调。 白露的自然美不仅体现在她的五官上,还体现在她的妆容与发型选择上。 她偏爱淡雅的妆容,能够自然地凸显她本身的五官优势。 她的肌肤清透,自然妆感让她看起来更加亲切,仿佛不经意间透露出一种清新脱俗的美。 在发型方面,白露多以柔顺的长发适人,长发随风飘动时,增添了几分飘逸与温柔。 她的发型设计总是与整体造型完美契合,既不夸张又充满了自然美感。 无论是出席正式场合,还是日常生活中的随意亮相,她总能保持那份自然清新的感觉。 尽管白露拥有令人羡慕的外貌和气质,但她也深知如何通过细节调整来扬长臂短。 例如,她的脸型较为柔和,有时可能会显得过于平淡。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她会在妆容上做出相应的调整,例如通过修容来增强脸部线条感,以此凸显五官的立体感。 同时,白露在服饰选择上也非常注重剪裁和设计,她避免过于紧身或宽松的服装,以免暴露身材的不足。 她总是能找到最佳的平衡点,让自己的整体形象看起来更加和谐美好。 白露的美不仅仅体现在她的五官、气质和穿搭上,更在于她对整体造型的细致打磨和独到见解。 她深知自己的优势与不足,能够通过巧妙的搭配和细节调整,最大限度地展现出自己最美的一面。 从五官的精致到气质的优雅,从高跟鞋地选择到发型的自然,她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精心设计,最终呈现出了一种令人心动的和谐美。 在未来的造型中,白露依旧可以保持她那份自然的美丽,同时通过不断创新和突破,继续展现她独一无二的时尚魅力。 白露海边长裙飘飘,轻心脱俗美如画。 在这张令人陶醉的海滩照片中,白露仿佛从画中走出来,以她独特的方式诠释了自然与美帝和谐共生。 每一处细节都展现出她的迷人魅力,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呈现出一种静谧而超凡脱俗的美感。 白露的五官无疑是这幅画面中最吸引人注意的部分。 她的脸形柔和且轮廓分明,宛如一朵盛开的莲花,透着清新脱俗的气息。 那双大眼睛,宛如夜空中的星辰,闪烁着智慧与温柔的光芒。 每一次她的眨眼,仿佛都在向观众诉说一个迷人的故事。 她高挺的鼻梁赋予她的面部更多的立体感,展现了完美的侧颜,使人难以移开视线。 而她的嘴唇,则薄而红润,无论是微微一笑还是安静的闭合,都会散发出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这种五官组合,不仅仅是精致,更透着灵动与自然的和谐感。 她仿佛没有一丝多余的修饰,而是通过内在的气质打动了每一个人。 白露的气质,如同这片宁静的海滩一般,散发出一种清新脱俗的魅力。 她站在岩石上,长裙随风轻舞,双目微臂,仿佛在感受着来自海风的轻浮。 这样的姿态,不仅体现了她对大自然的热爱,也让人感受到她内心的宁静与超然。 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仿佛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给人带来一种舒适的宁静感。 在这幅画面中,白露不仅是一个美丽的女神,更像是大自然的化身,她用自己独特的气质将这种自然之美发挥到极致。 在配饰的选择上,白露保持了她一贯的简约风格。 没有夸张的装饰品,只有几件精致小巧的首饰点缀,这不仅凸显了她的个人气质,也让整体造型更加和谐与自然。 简约而不失精致的搭配,完全展现了她对时尚和美帝独到理解。 在这张照片中,白露选择了一款深V吊带长裙,展现了她高挑的身材与优雅的气质。 裙摆随风舞动,宛如一位从天而降的仙子,散发着不可思议的美丽。 这款长裙不仅完美贴和她的身材曲线,还通过飘逸的设计为整体造型增添了几分灵动与仙气。 深V的设计巧妙地展示了她的锁骨和颈部线条,增加了一丝性感的元素,却依然保持了优雅与大方的气质。 长裙的紫色调带着柔和的光泽,与她身后的海滩和碧海蓝天相应乘去,形成了独特的视觉效果。 这样的穿搭无疑是对白露身材与气质的完美诠释,她在海边的形象如同一幅栩栩栩如生的画卷,让人难以忘怀。 白露的妆容一直以自然纯净著称,而这次也不例外。 她的妆容看起来十分清新,没有过多的雕琢与修饰,但恰到好处地凸显了她原本的五官优势。 她的肌肤透着健康的光泽,仿佛在阳光下散发着淡淡的光辉。 这样的自然妆容不仅没有掩盖她的美丽,反而让她看起来更加亲切与真实,展现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清新美感。 与此同时,白露的长发也为整个造型增色不少。 柔顺的黑发随风飘扬,与她的整体造型完美融合。 发丝轻轻浮动,带来了几分灵动感。 这样的发型不仅突出了她的自然美,也为她增添了几分柔美与飘逸,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灵动与轻盈。 这套造型的成功之处在于她巧妙地展现了白露的自然美与超凡脱俗的气质。 无论是淡紫色的长裙,还是简约的首饰搭配,亦或是她清新自然的装发, 所有元素都相得一张,构成了一幅和谐的美丽画面。 然而,在美帝造型也不可能完美无缺,对于白露来说,或许她还可以在一些细节上有所创新。 比如在首饰的选择上,虽然简约风格非常适合她, 但如果她愿意尝试更多设计感较强的首饰,可能会为她的整体造型增添更多的亮点。 此外,尽管她的长发与这套造型十分搭配,但在未来的造型中,她也可以尝试一些不同的发型, 比如将头发挽起,或者增加一些发饰点缀,以展现出更多样化的一面。 白露拥有清新脱俗的气质和与生俱来的自然美, 这使她在每一次亮相中都能轻松驾驭各种不同的风格。 未来,她可以继续发挥自己独特的气质与优势, 同时在造型的细节上不断创新。 首饰的多元化选择,装发的变化以及造型的大胆尝试, 都能为她增添更多的光彩。 无论是在海滩的照片中,还是在其他任何场合, 白露的美总是那样令人惊艳。 她的自然美与内在气质相辅相成, 展现出一种独特的和谐之美。 未来,无论她选择怎样的造型, 只要保持那份自然与纯净, 她都能在每一次亮相中散发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魅力。 在这个日益变化的时尚世界里, 白露的美丽与魅力将永远不会褪色。 她的造型不仅是一种外在的表达, 更是一种内在气质的外化。 我们期待着在未来的日子里, 看到她更多不同风格的尝试与突破。 无论如何,白露都将继续在她的时尚之路上熠熠生辉,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